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第四 从第四开始呢我们的题目都要和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结合在一起了 而这个工具就是它 说袋中呢一共有24千克的大米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 说你怎样利用一家无法码的天平撑出9千克的大米来呢 无法码 对于天平来讲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想撑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应该对着相应的码码呀 咱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一个五千克的码码放在了天平的右边 那么我可以往左边开始放大米了 对不对 当放到什么程度上它会和右边变成了平衡的状态呢 嗯 一样多呗 那就是两边一样多对不对 所以对于天平来讲 你会发现当它左右两边放的一样多的时候 那么这个天平就是平衡的状态了 但是如果不平衡了那说明什么呀 两边不一样多 不一样多 有一边多有一边少 但是你能知道多多少少多少吗 嗯 这个好像不知道 就判断不出来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对于天平来讲你可以判断的就是左右两边的重量是不是相等 如果平衡了就相等如果不平衡那就不等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天平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它了 那知道了这一点那这道题又应该如何来解决呢 24千克最后要出来9千克的大米 这个做起来好奇怪呀 你又没有砝码对不对 这个9是从哪冒出来的数字啊 在这儿别着急 同学们来想一想 我先不考虑那个9 就动用我手里的资源 我现在有24千克大米 还有一架无砝码的天平 那你来告诉我 你能干什么事 你能干什么呢 撑撑呗 那就撑撑呗 那你说我把24千克都放一边 然后那边啥也没有 那也撑不出来呀 那也撑不出来呀 对不对 而且有什么用呢 那接着来想 你要想能够撑出来 现在是没有砝码的 而对于天平来讲 如果它不平衡 实际上你除了判断大小之外 你是判断不出来其他的东西的 而只有当天平成为什么状态 你是可以能判断出来 一些确定的信息呢 平衡的 两边如果平衡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如果天平的两边 所装的这个大米的数量 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OK了 可是你说我左边放一千克的大米 右边放一千克的大米 谁知道是不是一千克 难道我用手抓吗 这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 你要善于利用已知的条件呀 我现在已知的 就是整个的大米是24千克 这个我是不是知道 是的 而我还知道有一架天平 当天平平衡的时候 左右两边相能 那你能告诉我 这24千克 你可以办一件什么事呢 可以分成两个12千克 两边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到把所有的大米都放进去 而且天平平衡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说明 它被分成了两个12千克 对不对 好了同学们 那就意味着 你把24千克的大米 两边一分 那是不是可以分出来 一个12千克和一个12千克呀 好了 可是12还是比我们要求的9要大呀 那还能怎么办呢 嗯 那分12 哎 马上发现了 这时候的24已经变成了两个12了 而我们既然知道是12 那12是不是又可以分了 那12可以分成谁呢 嗯 6和6嘛 那就是6和6 哎 同学们 6可就比我们要求的9要小了 那你告诉我 如果你现在有了6 你要想得到9 你还差多少 嗯 还差3呢 3又应该如何得到呢 嗯 啊 把6再分一下 把其中的一个6分成3和3 对不对 是的 那你会发现原来是开始平分两堆 一堆 可是12 其中这个12连续下来是没有动的 当第二次分完了之后 把这个12分成两个6 那么现在是有三堆大米的 一个12 一个6 一个6 而接着再分的话 12不动 6也不动 把这个6分成两个3 那么这时候实际上也是有四堆大米的 一堆12 一堆6 一堆3和一堆3 对不对 而这时候 一个6和一个3 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出现了你要的9000颗呢 是的 同学们 这一点你能明白了吗 嗯 当然了 其实就这道题而言 不是只有这一种办法可以得到 而在这种办法当中 你会发现天平能够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无法码的天平来讲 你要做的是不是就是把这一堆东西给它平分 变成两份重量相等的 对吗 是的 所以天平所起的作用 那就是平分 抓住了这一点 那它能分成什么呀 你也就知道了 而对这道题目而言 我们所做的9 是由6加3而得到的 而实际上同学们在想 我们的9 有没有可能是平分之后直接出来9呢 如果你想平分之后直接出来9 那你原来的一堆得是多少 嗯 18 18 那能不能出现18呢 嗯 诶 这12加6啊 那你会发现 如果在这一步的过程当中 我不这样往下做 而是分成了两个12之后 接着把12分成6和6 那么你的三堆就分别是12 6和6 这两堆加在一起 正好就是18 混成一大堆 再平均分成两个 那每一个自然而然 也就是9了 所以对于这道题目而言 你要抓住的 那就是天平的本质 对于一个无法码的天平来讲 平衡就意味着两边相等 如果知道总重量 那就意味着它代表了平分 好了 我们来看看解题的过程吧 这里呢 选择的是刚刚所说的第一个办法 那就是先是1212 再把12分成两个6 把6分成两个3 然后6加3就是9千克了 还是那句话 天平最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平分 得和 员 inevitably